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爆發至今三個月以來 終於都有新進展 多明校委會成員在星期二的下午 到達港大柳老師流出席會議 包括曾被任命為行政及財務副校長的田之南 會議以閉門形式舉行 校委會接納調研小組所有建議 黃於志不用說 會繼續留任首席副校長 直至明年6月約滿 而又校長張祥親自提拔 同樣是海歸的宮棚 可以繼續出任比較重要的副校長一職 就這樣看來 張祥的陣型似乎是勝利一方 而校委會新增的健康事務 和商業事務兩個副校長職位 前者就是由醫學院院長劉澤昇繼續出任 而後者本身委任經管學院院長蔡鴻斌 但據悉蔡鴻不會出任這個職務 會後校委會成員並沒有回應傳媒 而這幾個月來的港大校正風波 最終告一段落 我一下 就會告白了 莫再爛 釀